花園中出現茂盛的瘦草花 粉紅色的顏色在一片綠色當中 襯托出花園的美景 原來金融港物分公司 在3月進行除草作業 有民眾到空中花園賞花 意外發現瘦草盛開 原本的除草作業也緊急喊咖 意外出現的瘦草又叫做清明草 顧名思義是清明節後盛開的花朵生長方式 可以繞著金盤旋上升左右旋都有 也可以是草各方面盛開 它有特別留意到說 我們這一片草皮上面有還蠻難得的南花草 只是說我們這個南花草 其實在沒有開花的時候 其實它跟一般的草的樣子 其實還蠻接近的 所以會很容易忽略了它的存在這樣子 但是剛好最近是 蘭花草的開花季節 然後也剛好這位熱心的民眾 其實他在上禮拜已經有聯絡到我們了 對 所以我們也有特別跟他 請他來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南花草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就也因為這樣子我們才留意到說 因為我們這一片還蠻多南花草的 還蠻難得的 其實上禮拜我們就有來看看南花草 還好在民眾還蠻熱心的一個 建制下 所以我們暫緩了所有的除草作業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往後看到 蘭花草還蠻多的 對 其實剛好這段時間是清明節 然後剛好其實好像很難多 熱心民眾都有留意到 就是說好像台灣各地的蘭花草 這種東西好像都是屬於保育類的 不是那麼容易發現 那我們這邊卻這麼難得有這麼大片 我覺得可以趁這個機會來 跟大家宣討一下 我們這邊有這個蘭花草 蘭花草在國內最出名的觀賞地點 是在台中的高美濕地 基隆地區除了永恆文化園區 在五年前被發現出現了清明草蹤跡之外 如今又在基隆港屋分公司空中花園縣中 讓遊客又多了一處欣賞的好去處 記者黃少民主播 報導